我们就来关心天气概况 韩阴早 鲜鱼早安 大家早安 好 韩阴 昨天宜兰的雨量真的很惊人 甚至达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 那请问今天雨势会跟昨天一样大吗 而且全台天气会怎么样呢 麻烦你咯 好 那昨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光是宜兰南澳一整天的雨量 就来到了350毫米以上 接近400毫米达到了超大豪雨等级 那昨天包括宜兰地区 雨量都是非常的惊人 那今天早上雨还是持续的下 虽然说是比昨天小了一点点 但是提醒大家了 气象局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包括是宜兰 花莲 基隆 还有新北市 台北市 都是进入大雨特报的警戒 今天雨还是会持续的下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那包括山区也要小心落石摊坊 那尤其是我们要经过苏花公路的朋友 也要注意安全 那我们再来看到地面天气图 现在的话水气还是集用在 整个东北部的上方可以看到 上面还是有一些云溪和水气的 那么今天的话 东北部一样持续会下雨 不过新竹以南的话 就是维持多云的天气了 不太会下雨 但是要注意就是山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的 午后雷阵雨 还是提醒大家 雨伞要记得带在身上 那至于这个菲律宾这边呢 其实海燕台风 才造成菲律宾一些重大的灾情 虽然说现在台风已经远离了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下方这边 有一个热低压行程了 虽然说它发展成为台风的几率不大 但是其实它的路径也是朝着菲律宾直扑而去的 所以这个礼拜 菲律宾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风雨 还是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再来看到温度方面 今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像是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早上的温度都还蛮凉的 来到了19度 加上下雨 感觉都是湿湿冷冷的 而且到了中午的话 其实温度状况回升不多 高温大概在24度到26度 尤其是我们的基隆 还有宜兰其实会更冷 大概高温也只有21度到23度左右而已 早上出门记得都要加一件衣服了 那么像是中南部地区的话 其实温度方面比较不受影响 还是维持在28度到29度 那么告诉大家 这样湿冷的天气还会维持到明天 等到礼拜三之后这个水气还有温度 才会逐渐的回升 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金融市台北市新北市地区 19度到23度 降雨机率是30%到70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20度到24度 降雨机率是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22度到28度 降雨机率是0 接着云林嘉义台南地区21度到28度 降雨机率是0 高雄澎湖坪东地区21度到29度 降雨机率是0 再来宜兰华联台东地区19度到26度 降雨机率是30%到90 最后外岛地区连江金门15度到24度 降雨机率是30%到90 那今天的话来到了农历的10月初十 那一样提醒范冲的朋友 数数的18岁还有78岁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时候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哦 那今天适合做的事情呢 像是嫁娶 开市或是我们搬入新家 今天都还蛮适合的 不适合的事情也提醒大家 像是我们探病或是安葬 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咸鱼